潜艇上有没有窗户 这个问题得看你问谁了 俄罗斯会说 有啊 你看咱们潜艇的舰桥上 不都是带有窗户的吗 但美国人会说 潜艇怎么会要窗户呢 多此一举啊 他们的潜艇的确是不带窗户的 所以为什么 首先不管舰桥上带不带窗 在潜艇进出港口 负载水面上航行时 都是需要商人去订一订的 美国他不带窗 那就直接站到顶上的平台上吧 追着小风欣赏海景 也是很不错的 谁让他的港口 都在气候舒适的地方呢 但俄罗斯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的港口位置没那么好 每次出港都需要更长时间 在水面航行才行 其次啊 这里的天气通常都比较恶劣 不是天寒地冻 就是疾风咒语 让船员直接站到露天 有点过于不近人情 对不对 所以就干脆把顶上封闭起来 让他们待在舱内 通过这几个窗户 向外观察好了 是一个有温度的设计 不过你看这些窗户 好像一点都不皮实的样子嘛 而且的确就只是用一些 类似于巨饼系的塑料来制成的 潜下去之后 怎么扛住水压呢 好吧 不用扛 因为到时候内外水压是一样的 直接带了窗户的建桥 位于非耐压壳里面 潜入水中后呢 会直接泡进水里 等上浮把里面的水漏干之后 船员才会再次进入